今天都要講講香港人的真是很大件事 一天三宗火災 洪水橋那個都燒了幾十個小時 現在還燃燒著 最不幸的事情都有五個人泥浪 人們都說台灣這麼大的一個地震 十個人 香港一宗火災都有五個人遇到不幸 所以其實這個火災 常常都懂這些聯合 說今年是狗子雷火混 或者是雷火封掛 究竟跟這些有沒有關係呢? 如果是的話 那是真是大件事 之後這一年都是雷火封掛 那怎麼辦? 火災會不會記住這樣多啊? 落了要來啊? 首先大家要清楚 今天4月10號 就有些特別的今天日子 怎麼特別呢? 今天是龍年龍月龍日 如果早上5點到7點 5點到7點還是龍時 sorry 7點到9點還是龍時的 結果7點到9點 今早就真的起了一場大火啊 大家都說 嘩! 四龍會在一起著火啊 這個火龍來的 怎麼都問不問 就真的有些什麼禹事啊? 你們最流行的啦 就是講這個什麼上天超市啊 怎麼都問不問 NO! 在十月生肖來講呢 龍是屬水的 屬水的 所以新子晨合法 就是跟後年加薯蓮呢 合法一個水局的 是旺水多一些的 因為龍呢 基本上是化雨的 雲從龍 風從虎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經常說 挖尾龍 搞風搞雨 就是這樣來的 跟火 關係不大 況且 是 今天真的是四龍會日 甲晨年 無神月 甲晨日 無神時 就是兩個甲晨 兩個無神 甲晨呢 就是佛燈火 本甲晨是火的 但是他是佛燈火 就是六十立音這樣計算 墓神呢 是屬大林木 哇 木生火啊 大林的木嘛 木生火啊 那些風水人最流行這樣說的啦 但是大林的木 即是樹林的木 怎麼可以點燈佛燈的火呢 佛燈的火 大家入個廟都知道了 佛前燈 是幫你裝香上敬佛的那盞燈 那些火要大極有限 佛燈火 他是屬火 但是佛燈火 所以說呢 你說 今天四龍會日 是不是因為這樣而火燒旺地啊 怎麼知道的 錯 有很多人講這些觀念的話 那些是九流之中的九流 如果是這樣說的 那為什麼廣州不著火呢 為什麼澳門不著火呢 就是偏屬南方 全部都著火了 就算是香港著火 為什麼洪水橋著火 為什麼葵中著火 葵中是香港的嚴格來說 應該是 如果以中環做正中心的 都是香港的西北方啊 左頓中間的北方都是南邊啊 洪水橋也是西北啊 是不是啊 如果你這麼火旺 南方屬火旺 為什麼不在鴨利州著火呢 是不是啊 我們什麼時候都說 你風水命理玄學那些東西呢 你一定要結合現代科學 如果不是呢 就真的說到懶神秘啊 懶勁啊 那些全部都是混蛋的 就是我們真的經常這樣說的 就是為什麼我經常不喜歡 就是這樣說自己啊 啊這個這個怎麼行啊怎麼行啊 有些這些紅風水佬永遠都說自己最厲害的啦 其他人都是屎的啦 但是真真正正懂玄學懂風水的人呢 就必然謙虛的 他就絕對不會踩踩其他人的什麼意見 絕對不會 因為他知道呢 變化萬千 心羅萬象這個世界 不是你一隻眼 以管規炮 以乃測海 你就可以猜到這個世事的變化 你不是神仙 所以學完學的人永遠都是 啊 到某個階段 哦 OK 少出聲為缺 就是那個人說那樣 四龍會守又怎麼樣啊 還有不要忘記 今個月 有三個四龍日 就是 神年 神月 神日 神時 你有神日就自然有神時的啦 是不是 有三日 有三日 接著下來就是一個丙人熟土的 再跟著來就是一個甲人 又是熟火的 都是佛燈火 不好意思 就是 有什麼這樣稀奇呢 你選這些什麼日 老實說 你下一個月 智月 當然啦 年份不同了啦 明年是熟蛇的 一定有智年智月智日智事的 So what? 年年一定有這樣做的 去年套年也有套年 套月 套日的 套時也有的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四個時辰交會 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就真的不用這麼緊張 再加上 我就解釋了六十立音 一個是熟木 一個是熟火 那個火都是佛燈火 那個木是大林木 今天慕神就屬於大林木 但是這些火災呢 你說罕見嗎 又不見得 你每一年都基本上有這樣的事 你洪水橋那裡很明顯的疏忽 你在地盤裡突然著火 就是我們跑這麼久的新聞 一聽這些新聞 肯定是違規食煙 亂丟炸頭啦 又或者是燒烘那些事 就是那些火 高溫的嘛 那些火 一天拆到那些 就是那些東西擠得 保護得不好 就是那些二元物件 那些燒烘那些火災 一天拆出去很高溫的 一天拆著了就這樣了 不奇怪的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絕對是人為疏忽 因為地盤一定是守則 喂 哪裡燒烘啊 附近如果有什麼二元物品 一定有些防火膜這樣包著 就是一定是這樣了 這次這個華峰大廈 華峰大廈就是預畫在對面 其實一講佐敦大火 大家第一個想像的 就是1996年的華峰大廈大火 這個 雖然事隔二十幾年 都 又有如貴 有很多人 很多人 講起華峰大廈那場火 因為 真是很恐怖 很恐怖 就是 當時我想 算當時我在台裏面 都 都 很多人害怕 就是事後的手足 又去 開放了之後呢 消防署開放 我們進去拍照 那些手足的CAMMAN 手足來講 有一股叉燒的味 就是燒死四十幾人在嘉利大廈 就是 就是 所以想像這樣 啵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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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些 我想很多香港人跟我一樣 今天 今早的火 第一件事 哇 又是嘉利大廈 其實只是在斜對面 华丰大厦的结构很有趣 它是旧楼 即是六七十年的楼 因为六七十年前建筑建筑很松动 所以里面已经是劏到九彩了 消防压包出来有三十多间宾馆 我说得白一点 就是给那些低下阶层的 来住一个住房 还有做那些一楼一 即是叫做鸡豆 也有三家宾馆什么人都有 比较低下阶层的 改得很紧要 改得很紧要 这样 因为改就难免 有些通道很容易造成阻塞 一烧烧起来的烟上得很快 去得很快 其实火触最重要不是大火 最容易造成伤亡的是烟 烟 烟一进来你就马上呼吸不到 你就很快窒息 几分钟就死了 所以都可以 也会这样 你看回洪水桥那里 四级火在地盘的 烧了十几天 昨天烧到现在 听说还未熄 一定是碰到那些化学物片 或者建筑材料那些 就令到那些火的温度过不了 过不了你 你不理它的话 就死灰复燃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而葵坊那里呢 今早那里呢 画面就挺震撼的 那些烟很厉害 应该是那些 食肆那些 走在厨房 失火 垃圾了一些油漬 那样 我见那些火的烟出来 那些有很多 很多 我们也有油烟漬 油烟漬 一天之间呢 三长火的消防员 现在做到厨房 就只是 在佐敦那里 比较上严重的消息 暂时死了五个 那听说 现在有几个都是危态的 其实最主要那里是烟 烟 那 那 华丰大厦 我应该 很久没有上过去 就是 很多 那时候有些朋友呢 就是住廉价宾馆的时候 那时候大陆也有些人下来 就是那时候没什么钱 那时候 现在说到三十年前 都有住过 那些有上过去 就比较我们叫做住家式那些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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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简陋的 那些设备那些 那些 啊 希望 就是说 愿死者安息啦 就是这些事 就是 大家都 都 不想见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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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年農月農日 那麽巧 又是真是農事的 有一批火出去 真是農事着火 麻风那里 那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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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九指尼火運 其實九指尼火運就不一定是火災的 是天災那些 好像今天這樣 我剛才已經解釋了 這三場火災 基本上不是天災來的 基本上人禍的機會絕對比天災大 不是台灣的地震 叫做天災 當然啦 你很多人猜 台灣今年東方有地震 怎麼問 我都笑一笑的 你做這些預測一定是中的 我教幾樣的預測給大家啦 有時候我們都說了 你聽風水佬說話 你永遠都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讀書人 我是信科學的 我雖然都懂得學學的 但是我用科學的角度 盡量去解釋學一些東西 就是你一路說 台灣今年會有地震 你知不知道台灣一年平均震多少次 二萬次 你說中的 當然啦 台灣日本在那裡是地震帶來的 怎會不可能有地震 等於你說意大利會有火山爆發 尤其是在西西里島 喂 唉 愛特勒火山在西西里上面那個 有三千無日爆一次啦 整天地震帶來的山牙 所以為什麼西西里島上面的紅酒這麽好喝東西 因為肥料夠嘛 即是你說這些叫做無畏的 你不要說冰島會有火山爆發 冰島經常都會有火山爆發的啦 如果你有地理常識的話 即是你說這些叫做做無畏 就等于说夏天的时候 今年夏天呢 我可以判断今年夏天会有风灾 现在南方 中国南方今年雨水多 容易有河流泛滥 很简单 你看看 北江 广东三江汇水 所以有个地方叫三水 最主要河水最充滑就是西江 东江水就在梅远流下来 供应给香港很出名的 另外一条是北江 北江上去由英德、韶关凭一直上去 以前那些人北上富考就一直沿着北江上去 一个叫精江的地方就走路 走到越过南红书记行 就过到湖南 就跌回双江 双江是向北的 跌回双江 接长江这样去上北方的 这样走的以前的人的路 但是北江呢 就经常很少水的 就是那个水源不多的 但是今年北江泛滥 这个就真的少有的 北江很少很少泛滥的 通常 珠江水系的话呢 泛滥通常就是西江泛滥的 所以广东有个地方叫越城 新兴越城 越城有个地方叫龙武庙 看西江的水位就看龙武庙就可以了 如果龙武庙一浸的话呢 广州市一定浸 一定发大水的 很有趣的 以前我老爸说过来 你看广州市的水位 你看那里就行了 那里那里龙武庙一浸 就广州市一定浸 一定泛滥 因为其实是 其实是无他的 其实就是那个水平线 就是龙武庙那个 就叫做已经 和广州市那个 就有些少差距 大概好像 十几厘米的差距 如果十几厘米 就是在水平线那里 如果十几厘米都浸 广州怎么可能浸 就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 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都知道 什么水染大博室火烧 灵魂不滥 就是 这个道理其实都是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所以你说啦 Lucy你所说的 今年 九次离火 是不是就是 遍地是火 那个所谓离火的意思呢 就其实是天灾 天雷 天雷勾地火 就是上天有感应 降灾下来 那你这个人 就是人民间呢 就是有些人做了 因质事多 坏事多 就应劫 所以就有所谓的 懲罚之年 懲罚之年 就是这样的意思去解释 不是说等于火灾多 我经常说如果火灾多 香港遍地丰火啦 为什么澳门没事啊 是不是 就是你 你永远记住一件事 就是这些命理玄学的东西 你一定要逼迫 逼思考 人最重要是思考 不要人民亦云 人民亦云的话 你很老实说 不骗你骗谁 就是我 我是非常反对这个 这些东西要清清楚楚 玄学归玄学 但是你要有一个 较为理性的角度去思考 这样怎样怎样 出分 这样才是通的 明白吗? 社哥啊 那现在呢 你都知道 其实社哥你都懂玄学的 不过你平时 你都说你都不都说的 我平时呢 有些高手在那里 有些高手乱说啦 那是什么 现在你都看到那个 怎么说呢 那个 入传食 横跨美国 那天我们在车的旅途中 那都看到了 很漂亮啦 但是那时候我摸着眼睛 拍不到 拍到我用手机去拍 是拍不到的 看到天暗了 我都在驾车的时候 看到了嘛 那现在都说入传食 都是今年的一个天象 一个异象 还有横跨美国 遮天避日 道理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其实对美国 对世界大国 其实 你会知道是什么玄机呢? 如果我说 影响朝铁 但是日食呢 在中国的玄机来说呢 就是有 有动荡有冰黄 就是说日食的话 但是日食有三种形态的 有些是日偏食 就是说那个射的角度是歪了一些 所以那个日偏食 那这次在美国全景 日传食 是少有些的 日传食很漂亮的 我觉得这些是文言象 但是不要用眼看 用眼看就是很双眼的 因为那天造成眼底的黄斑 的话会眼瞎的 不是说笑 影响你这个视网膜的 但是日食呢 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那里拍的 我们很多朋友 刚刚我们还没演完 接着老友 欧茜的朋友都拍了照片给我们 他都拍得很漂亮 他博到经验的 你拉萨都拍了一张机上去 帮你这样拍 但是博拉萨的照片好过来 拉萨的照片最漂亮的 我都说你任何地下 地下拍的照片 怎么都不及在天空上面 在那个位置拍 完全清晰了 他拍得很漂亮很漂亮 拉萨的照片 就是你科技就是科技 那你日食 就是我说过了 这个是有战乱的 一个日食一个就数把星出现 这些都是说冰冰之劫 但是留在英国 美国那个境外来说 多多少少美国会有乱局 会有乱局 那个乱法是怎样呢 现在看到美国的民粹主义是强了 但是美国识的民粹 因为始终是北京经历过 二百多年的民主洗礼 还有这个基督教的文化 基督教的文化是注重 那个所谓的公平博爱 平等的嘛 那么你的民粹主义会不会 就是恶化得这么紧要呢 这个要观察 但是你看看四年前 就是那场选举而中了下来的 就是在民间 两党的竞争 很明显是落了民间 美国民间里面那种对立情绪 相当严重 对立情绪相当严重 影响到不止是他自己的威望 最简单举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共和党人 听一下特朗普这样的 Donald Trump这样去说 他就在众议院那里 是换了乌克兰那六百亿那里 美金那里就卡了关 那这个东西是 对这个 当然在选举考量 你令到拜登那个文莫 那个声望跌 但是同样令到美国威望都跌的嘛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 是很强的嘛 是不是 暂时也是相对的很大嘛 如果你一旦 那这个东西 我怕手 不管的 那你亚洲其他国家是害怕的 真的害怕的 那你美国作为世界的老大 威信全无的 就是这个东西 对美国有没有影响呢 那当然有影响 也都不止对美国有影响 也都对亚洲其他国家亲美政权 都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现在一个新兴的中国崛起了 那大家 如果你美国 你可以帮帮一下我 你叫我 不怕我支持你 你跟他叫板 像现在菲律宾那样 你跟他叫板 突然间我真的跟中国开了波的时候 你美国突然间又好像国会那样 你不支持菲律宾 哇 那菲律宾又怎样 是不是 真的已经是 扔了剑了 量了剑了 乒乒乒乒 突然间你说 你自己搞定了 这些事情在过去 战后 在美国 不是没试过 试过 韩战如是 越战如是 都是随后的 就是美国的这个强国 最大获的一样东西 永远是 摆在自己这种愚蠢的政客 愚蠢的政客 和愚蠢的政客上面 就是比较上悲 但是这个强权 有一个非常厉害 就是自我收复的能力非常强 非常快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吃这个东西 我会说 对美国有没有影响是有影响的 在原来的角度看 是冲美国的 你真的冲美国 如果这样还回美国的话 我想对美国 我想今年的选举 真的可能会有些变化 我有些违法 但是 无论在这方面 就是 我就不喜欢被人说 你这样妖言惑中 怎样怎样 我不信被人这样说 就是我觉得 就是你 天道 人心 就是 你可以看到 是好像有些乱象容易会出现 就是现在很可爱 就算你 两个老黑 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其实两个人的支持率呢 是相当势力的 或者选举如果一旦出现到这样的情况 去到选举的后期 难免互相 雙方的支持者呢 都上了头 上了头 对一个 民主选举的发展呢 不是一件好事 就如果不是 就不会有四年前的国会山庄事件 是不是 就是你这样看回头呢 你会想到 嗯 大家不冷静 不信奉的机制 也都提不到一个证据出来 你说那些机器作弊 那些什么物物物 那你的证据在哪里呢 现在事实上 这几年看回 有很多 其实 是假消息 也有很多州 这几年 尤其是共和党人控制的州份 在投票机器那里 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改进 但奇怪的是 民主党的州份里面 他就乱乱走 这些是很容易造成一个 冲突的一些 一些少因 就是这些事情 老实说 如果这些情况 在东方地区出现的话 就真的暴动了 但是呢 在美国呢 始终二百多年的民主社会 和那个伦理宗教的信仰不同呢 是好一点的 是好一点的 就是你始终 就是叫做挑起民粹呢 就真的不是这么容易 就是现在你看回 因为现在你民主党的人 整天冤枉了 特朗普说 你当日就是想挑起民粹 包围国会山莊 但现在事实上 也都进不了这件事 不好意思啊 我气管敏感的今天 香港的天气不是那么好 不好意思各位观众 就是 我知道很多观众留言呢 有心有口无心有口 就说 整天听到我咳嗽很难听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难听 我们就不要听 因为Lucy这个节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付钱 如果没有付钱的话呢 那你关掉了 你转台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我气管敏感 我先天性 先天性的 有很多人介绍 有吃鳄鱼 有吃甲拐 有吃陈皮 其实是 只要肝濕度稍微有些 不对劳的话 我就 喉咙 喉咙喉 喉咙喉 好痕 今天我杯茶呢 我杯普利呢 都是用了 用了沉皮 一起去炮的 已经喝了整天的了 你看 我都还是这样 因为 这两天天气很不好 所以我同期望各位观众 多多包含 那他会不会冲战争呢 要是冲拜登 冲政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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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 你天象来说呢 日食来说呢 冲政国就多 冲战争 数把星就战争了 数把星就战争了 或者火星凝华 火星叫凝华 凝华出现的话呢 在哪个方位 那会有战争的出现 其实很奇怪啊 在西方的占星来说 火星 英文叫Mars 火星在西方呢 其实他都是战神来的 东西方 你说 大家文化不同 这件事是相同的 火星有两个卫星的嘛 一个叫Phoebe 一个叫Demors 佛博 即叫蒙摩斯 这两个呢 就是因为战争而带来的一个 所谓的 瘟疫和灾难 这些都有意思代表的 很有趣啊 东西方很奇怪 在这方面的话呢 神奇 即是出奇地配合 出奇地配合 很有趣的 我这样提醒 我这样讲给大家听 你说如果火星的方位在哪里 那会不会有战争 那些东西才是这样的 但是日食来说 通常那个政局会乱 会有些民乱 动乱的情况出现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冲击上位 冲击上位 因为这个是日全食嘛 一定是应劫 就一定是应最高的那个 最高的美国最高的那个 当然是总统啦 就是这样的 而且是冲击现任的 现任的那个总统 不是冲击在选中 不过他11月又有一个 日全食的 就是11月又有去选举 一个月 所以 是啊 所以说 美国这次选举 其实都 我会觉得有些暗涌的 就是 如果这样的天象的话 就似乎 似乎不会这么平静 似乎不会这么平静 就是这个事情 大家不妨认一下 不知道会不会变天 可能大家关注 会不会政权跟进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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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下一个话题 整个 中华民国 台湾前总统 马英九 就去了北京 见了习近平 他好像很不和 整个中华民族 在习近平的面前 现在媒体报道呢 他哭了多少次 这个旅程 哭了多少次 接着好像 现在在北京那边 习近平 其实自见他的区别 其实有些降价 不过 现在都想大家多关注 习近平 马英九 那边见到习近平 他有什么效应 之前他说他打对台 美日峰尾 那现在打对台 是不是成功呢 今天才 怎么说呢 拜登才建议 日本的手上 是吧 就是中共的日子 是前面 他走前面 他释放什么信息 给美国政府呢 其实 这个 一直以来呢 现在 就是自从两年前 英美澳 就组成一个ACUS 这个什么 军事同盟 这个军事同盟 当时我也说过 是比较上特别的是什么呢 是冷战结束之后 第一个准军事同盟 军事同盟 一直都在说 这个ACUS 会加入一个新的成员 就变成了JACOBS JAPT 就是在前面 ACUS就是美国 英澳 三个国家 加上日本 日本里做了JACOBS 如果日本加上进来的话 就变成第一岛链的联网 就齐了 除了台湾 除了台湾 台湾当然有点尴尬的 因为你要加入台湾的话 因为台湾不是这几个国家的邦交国 不是邦交国 你不可能加入 再加上 就跟台湾敌对那个国家 这几个国家 都跟那个国家有外交成分 你就不方便令台湾加入 但是 无论这个JACUS也好 AACOBS也好 这个军事同盟 这个完全是包含台湾在内的同盟 摆明的 所以现在你看一下 拜登见这个岸田文雄 但是 台湾的海军总司令唐华 现在在美国 一起在美国 目的在哪里呢 不言而遇 有什么要找你一起谈 你说 临时去美国探亲 什么都要你去台湾 你找个藉口说 但是呢 我们会遇到你 现在美国 日本摆明摆这盘旗出来 接着下一个就是菲律宾 就是拉着菲律宾一起 那条岛链在一起 接着下一步就一定是越南 一路下来这条链 这样还住你的了 你说南中国是你的嘛 OK 他就在这条链那里 搞一个这样的萌帮 这样锁住你 这样突破来说 当然啦 你以中共也好 立场上去 拉着台湾 拉着马英九 就希望台湾 在这个第一岛链那里 还有这个什么 美澳英 暂时美澳英 根本是连着日本的了 现在日本最新的那只航母纜 已经OK了 改张了 那个家贺号 好了 接着 他就希望有这个突破 或者突破了这条盲腸 他就打破了美英 日这个同盟 这个数据当然是这样计 但是问题是哪里呢 我一直说过 马英九今时今日 在台湾已经没有影响力 甚至在国民党里面 都没有影响力 流眼泪 很多人把马英九今次当汪精卫 当年建东朝铅基 这样 这样的比较 首先 历史的人物 有当时的背景 不应该这样强行去比较的 如果强行去比较的话 你抽一些东西出来 什么比较 你都不是说不行 一会儿我再说 我留意到他有几样东西 去到黄花光 哭 应该是 辛辛苦苦建立一个国民国 革命血如花 死了那七八十个男养的年轻 他建立的 是不是真的建立了民主自由军队在中国呢? 应该哭 还有广州是国民党的 中澳国民党的发育地 应该哭 是比现在 你这个政权 赶了过去台湾 为什么不哭?哭 去到中山林 马英九又哭 应该哭 正所谓 国库凌寻蒙尘 你为什么不哭? 对不对? 应该哭 好了 有一件事 我觉得非常奇怪 去到盧沟桥纪念馆 去到北京 盧沟桥七七事变纪念馆 我马上想起一个人 也去过这个纪念馆 大概十年前左右 就是郭伯川先生 郭伯川将军 也做过中华文革行政院长参谋总长 军方最高的领导人 也是老长的亲信 马英九去到盧沟桥纪念馆 为为乐乐之吾以对 我想起郭伯川将军 去到同一个纪念馆 郭伯川将军当时说什么? 面对的全部都是中共单方面的宣传文稿 由中共演绎的抗日战争 抗日史冠 郭伯川看一看 假的 九成多以上是假的 接着郭伯川说了他什么? 当着大陆的官员的面前 当着大陆的新闻媒体面前说 领导中华民族抗战的 是蒋中正委员长 唯一 只有唯一 没有之一 郭伯川当然这样说 大家找回那条片 领导中华民族 全民抗日 取得最后胜利的 是蒋介绍委员长 唯一一个 只说明是没有唯一 没有之一 只有唯一 这些事观都是假的 当然令到当时的接待人员非常尴尬 这些就是吉士 你马英九曾经是中华民国三军统帅 总统的吗? 你到底做什么鸣鸣? 你哭? 应该哭的是死去那帮烈士 为这片土地对抗外来 入侵那帮烈士 当日多少 中华大地上多少烈士 抗日战士 那些坟墓 在几十年前 在火控的年代 全部被毁 万人坑被挖 马英九为什么你不哭呢? 为什么你不哭呢? 你看回这些历史 去到长城去唱长城瑶 我真的笑到我眼水出埋 这些这么勾的东西 你问一下今天台湾有谁会唱长城瑶? 我以为你唱《变色的巨龙》 这些人就是矫情 做这么多这样的表情 大家都明眼人都看到一件事 你希望过到关 做一个所谓的马习议会 或者叫习马议会 见到习近平 见到习近平 结果你行吐了 今天下午四点 都是很好笑 那些记者都是今早先前 被指会 行了 习近平见你 就是你之前 九号之前 你见不见到习近平? 就是已经没有人敢打三 我说你个人都是客人 我一定会见你 就是你很不好意思说 习近平会见到我 那又怎样呢? 人家见到你 你又给到什么人呢? 就是你沿途去看回 就是你整个马英九那种 卑躬屈室于尊降跪 当然啦 他的马仔啊 罗志强啊 常吁心那些说 我们马总统就是厉害 在习近平面前 我们讲中华民国 不要说这些什么豆腐 这些什么豆腐啦 如果你由头到尾 讲中华民族 你讲了中华民国 我就服你啦 你这些叫取巧 突然间说什么一个字 就说 哎呀我们交代了 我在他面前 敢讲中华民国 你敢不敢一点? 就是这些 这些就是bullshit到bullshit 就是狗屎到不狗屎 是不是特丁的呢? 那些是他 那些是特丁啦 想都想到啦 这些就是矫情 你看着 大家看回 马英九支持者 罗志强啊 和这个 张有心那些面书 拍了手张 哎呀马英九啊 国民党 就在他面前 说中华民国 so what? 你敢在中山林那里说 你敢在黄保冤那里说 你敢在黄花江那里说 你敢在七七事变 紀念馆那里说 我就服你 他每一个 每一个被招待接见的旅游园的基地 你都有说的 你没有嘛 你只会哭嘛 实在好像喪家之犬那样 遥遥 你见我啦 你不见我没得交代啊 人家就说 哎呀过来啊 hand 他就真的hand sit 他就真的坐下 这些就是狗咯 很多人说 马英九 做了汪精卫 社哥在这里讲 了解社哥都知道的 汪精卫是汉奸 我也都碰到汪精卫是一个汉奸 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汪精卫 在这个民族危难的时候呢 去投了一天 还承认了满洲国的地位 这件事是不能原谅的 就是很多人帮我 哎呀 他跟日本人打工 他没办法不承认得错 那就是汉奸 就是等于今天乌克兰那样 你如果今天有乌克兰人 乌克兰的政界任何 你承认 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 乌东属于俄罗斯 那请问这个是不是乌奸 同一个道理非常简单 你没得走的 你去过那些什么外宣女啊 那个不知什么名字啊 近期有很多的报刊出来 书籍出来 汪精卫翻案 他不是啊 他和张家锡唱相簧 这些我听了几十年 第一 证据不足 你到最后 你发觉是证据不足 因为你很简单 你研究汪精卫 你一定要研究 陈公博的虎少佬 周佛罗一 周佛罗一 和朱子嘉那本 《汪艺政言》出场 收场 和非常关键的人物 当汪精卫 避过了河内刺汪 那件事之下 就来到香港 汪精卫两个 除了一句 陶伯穿一句 我叫高中母 在香港脱离汪阵 为什么这两个 汪光先生的文胆 要脱离汪阵 看书先 不要说汪精卫不是这样 怎么怎么问问 他不是汉奸 或者有苦衷 苦什么冲 在193年 他为了和蔣介石爭权的时候 当91845爆发的时候 是他第一个跳出来 坚持抗日 打到民族 我们最后一定劝 和日本拼到底 这个就是汪精卫了 128事变 我们要拼到底 拼到最后一兵一桌 哇 说的非常凶狠 老张那时候 只是做一件事 在日记上写国耻 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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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足十四年 直至1945年8月15日 国耻 汪先生 一爆发的时候 叫得很凶狠 但是一到七七事变爆发 一到813松户会战 一打 全国精英部队 没有了三分之二 汪先生就是那时候鼓吹 叫低调俱乐部 就已经马上主张 这场仗如何打下去 我们想起来和日本和谈 就是这样来的 整个故事 你说蒋介石和他唱商王 那为什么你要安排河内赤汪呢 河内赤汪是死了曾祖明的 既然是好运 那凶手是知道他住那间房 收了封了 但是他和曾祖明 这个是他们两个世交 就立时那晚调了房 结果曾祖明死了 即是说如果蒋介石和他在那间房 他已经死了 行识的那个叫王老桥 而王老桥的儿子呢 就是前几天 现在讲的十年 都是十年的太阳花运动 十年前不是那个太阳花运动的 中正二分局的局长叫王卓军 就是王老桥的儿子了 就是很多东西呢 你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私持 汪先生真是好 到文在风流 又英俊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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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鲇 她又不像汪之光 她年轻的时候 也有样子不差 的这个事实 她首字又写得很公正 汪丁慧手自如是一般的 但是他的有诗词非常好 我们不要因为她那个形象 或者少年的汪丁慧 看她的那个厌饰 那种那种豪情万丈 而是迷惑 事实就是事实 点犯中 好了,马先生今天这样去做,他的目的在哪里呢? 他对国民党没有,这次这样去做,他对国民党没有理 他对台湾也没有影响,他有什么建树呢? 有什么建树呢? 即是你说他坚持九二共识,但今天的问题现实就是 台湾今天有多少人还支持九二共识呢? 你说他一国两制怎么问? 你问一下今天的台湾人,他了解香港这几年发生的事 你问一下台湾人还有多少支持一国两制? 当然了,台湾人和香港隔了海,他不了解到我们 游乱及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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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好处 他们看不到,他们感受不到 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反对的 我说马英九想扮演这个角色,我们看看游乱及自由、自由、自由的好处 如果台湾没有民进党,我们只是国民党,我们是很好的 你猜有没有票呢? 今天我一直都说,马英九这一程去大陆这一程 除了他自己,拼他自己最后的前途,历史定位 所以我一直都说,我很多人都不解用 很多人说马英九很青年,我说错了,马英九是他的大贪官 被极度贪的贪官,我说的,沈四海说的 他贪什么?贪名,匹夫殉明,列士殉身 这个是老匹夫,狗财,为了自己的名声 卖党,卖台,卖国 香港有个葛菜水叫三不买 其实那碗葛菜水应该煮给马英九炭 马英九就是三样都卖 卖党,卖台,卖国 就是这个什么人?这个马英九 他为了什么?历史流明 在这里我们坚持九二共识就可以了 现在的九二共识 你马英九,你说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请问这个中国是不是 习近平口中是中国? 为什么你不当面问他呢? 甚至,你如果见习近平的时候 当习近平提出 习近平提出,习近平提出 我们坚持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那你为什么不提出一国两制 听说这几年在香港有些变化 有些走样,令到我们台湾人 就觉得一国两制不可靠 那你会不会在香港面前做一个示范单位 好好地给我们看 令我们重新建立一国两制的信心呢? 喂,如果你这样说 我会赞你 对不对?公不公道的小哥说得 如果你敢这样说 你说一国两制有多好 那大家在外面的人不了解 那你或者香港政府 派多些人过去台湾 一国两制 你看看以前 在商场那里 整个被一轮行 可以升到自己的脚 说人家最多出街 手指公 指公被人轮爆了 我来到茶楼 拿票等位 等一整个钟头才吃到饭 现在不用了 走就自然有位 而且没有人骚扰 烛光晚餐 还有烏鸣飞过 你那只公的 那只是捞的 真的 这些 游暖及自由自及兄 香港开埠以来没试过这样 这些这么浪漫 这么有格调的环境 是现在才有的 是不是 这样你多些和别人推介 马英九是不是应该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你把马英九比较汪精卫 有部分人这样说 双方历史背景不同 完全不同 如果汪粉和汪精卫翻案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 就是汪精卫头日的时候 1939年离开重庆去河内 河内飞香港 在这段期间 在12月29日在香港发表厌电 正式去南京做国民政府 就是所谓的汪毅政权 由那一刻 就是严格来说未许汉奸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中华民国政府 还没正式对日宣战 明不明啊 这点是最强最强的 汪精卫 不是汉奸的点 喂 两国都还没正式交战 对不对 何来卖国啊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一个 所谓和平救国的路 是好的嘛 是不是很强啊 就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就一棍打下去了 社哥啊 那哈英九 他称呼习近平是总书记 他是顾民党 习近平是共产党 他为什么称人去总书记 是什么意思呢 他希望是用党和党 因为他也都清楚 如果他用国与国的名义 习近平一定不会接受 因为在习近平眼中 就说喂 我们只有一个中国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 1949年已经亡国了 他就不可以 在给你 就是穿小鞋 就是说 你在习近平面前 就跟全中国人 全世界人说 中华民国还没亡国的 怎么怎么亡国 他不容许 中华民国 是有 大陆是承认中华民国 大家不要误会 不过是1949年之前 是有一个国家叫中华民国 1949年之后就没有了 中华大地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这个合法政府呢 就是1971年10... 11月17日... 11月19日... 2758日才广为世界 入了联合国 这个之前 中华民国有很多国家支持 一直捱到1971年了 就是这样嘛 所以他用党与党的名义 我以前是国民党主席 现在我称呼你总书记 党对党 这样的角度去看 大家要很清晰这件事 很多人说 习近平不承认中华民国 证明不承认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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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是承认有中华民国 那是1949年之前 但是中共现在跟 台湾所有人交往 他只会跟国民党交往 这个老对手 党和党就叫做 那个空间里的弹性大一点 党和党之间 你马上就说 你是党主席 所以今天已经有消息传了出来 中共计划邀请 现任党主席 主力轮上去北京 已经讲了 已经传了出来 他就希望透过这件事 我就一直说 在中共那个战略的立场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 分化你台湾党里面的抵抗势力 他希望培养一个 可教忠实的在野党 就牵制执政的民进党总统 他就在国会里面 因为今年国会最大党是国民党 他加上南白盒 就变成了最大党 现在他控制住 在国会里面可以扯你后腿 他现在一息玩这件事 所以... 但当然了 我在这里这么说 你如果被选民觉得 你南白盒如果是跟... 如果是南白盒混合的 不是变成淺蓝 而是变成了红色的话 那你下一次你又会很大件事 非常大件事 你看看现在国民党 这几个月 当他拿到国会里面最大的党 在国会里面最大的党的时候 你看看现在党里面 山头标起 富军其实是一个帮派 蓝青彪他们是一个帮派 徐考森他们是少壮派一个帮派 再加上他的亲狗 亲马英狗系那些 那些又是一执 亲朱临那些又是一执 亲韩国瑜又是一执 即是你国民党你还这样玩下去的话 你2028 你想着 你想着是不是真的可以夺到大位呢 你这样玩里面 如果你2028赢到 我这个头你拿去用吧 真是傻了 你是很令选民失望的 今次国民党 或者南白两党是拿到这样的 算是要超过了一半 因为那些人是不满意民进堂 但是不等于他们支持 中共管理台湾 或者中共的代理人管理台湾 不等于 绝对不等于 大家真的不要误解了这个 这个错误是说 一旦形成的话呢 恨错难翻的 所以 现在你看到的 就说 马英九这一程 为什么我说他三迈呢 就是香港国座水 叫三迈 他叫三迈 他切头切尾 这个愚蠢的书生 这个人是一个读书厉害的人 但是呢 这个人是做事的白痴 他完全不懂得看时势 所以马英九管了十年 这么垃圾 为什么到最后的民望这么低呢 你怎么骂蔡英文呢 学历不够啊 怎样的密密密啊 有怀疑啊 不是那些野家大学毕业啊 你不要管 现在蔡英文下来的民望就比你高很多 那些野家大学毕业 那么这样 很多 不是很了解台湾的人 有说 喂 现在 台湾的民主电机人 是你登辉那大错 大错特错的 奠定了台湾的民主电机人 是两掌 在地方选举那里一步一步 真是循序漸进 当然中间出现很多丑事啊 笑话啊 但是不要紧 基本来说 因为我在那个年代都监过票 慢慢到后期呢 其实是相当公平的 让那些人熟悉了 那个投票程序 为什么今天台湾投票程序 这么顺利呢 因为几十年来 五十年代 已经在花莲 在地方选举那里先走了 不断这样写的地方选举 那个阶层那里先做做做做做 做了先 等于人完全熟悉自己的权利先 一步一步一步 而 如果你一夜之间 转变一步一步一步 很容易演化成民粹 而李登辉的功劳呢 是将这个 呃 党国系统 党国系统的威权呢 就拆除了 这个是李登辉的最大的功劳 陈水边的功劳呢 呃 就是将公务员 规范化 就以前 哎呃 我们在台湾时也见不少啦 他的公务员是很离谱的东西 而马英九个八年呢 最成功的就是 的而是说 马英九个八年 是两岸关系最和平的那八年 这个是事实 因为马英九个八年 对正那个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嘛 这两个人在中共历史上 也都是比较温和一点的人嘛 一个上海佬一个安徽佬 比较上是江南一带的那些 那些斯文人多 但现在你对到的是哪个 一代红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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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江泽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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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啊 那蔡英文呢 最大的成就 就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拉入国际化 这件事是保卫了台湾的安全 就是这件事大家有个基本上的概念 啊 小哥 嗯 中国桥年副主席努民端 刷手 似乎要刷手 香港政府的施政 啊 李家超政府 暂停了垃圾 增肥这个政策 那它说是基準派 当时提出了 不过查回那些记录 看到潘昭雄先生去查 他三十多个议员 其实都是建制派提的 当时那个政策派呢 在日本还好像没有投票 投棄權 这个它是什么民主派 不是事实 那它为什么这个时候 对李家超的政策 怎么说呢 就是指手发脚啦 不要说三倒四 垃圾征费这件事 整件事的问题 就不是在垃圾那里 在征费那里 你凡是出这些什么 收百姓钱的征费的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在经济好的时候才可以做 但是现在香港经济好不好 问我问你都清楚什么事 在这个时候你叫那些百姓百上加根 你是不是想迫反人呢 就是这件事 建制派也都不是从他看到的 当然 还有 就是你这个环 环保住这个谢展环 就是这些坐在冷气房 是迫近白痴的人 就是垃圾征费 我也这么说 你始终解决不了这件事 天时暑夜 你怎么处理那些哨水呢 香港地方这么迫劫 你有没有足够人手去每天去收哨水呢 就是因为我教社会在那里教你 经常说环保 你这些什么是环保L 不复来变 最环保是胶袋的 你用那些哨水 装起了茶渣饭渣 一下倒入哨水桶里 你回家马上洗净 那个哨水桶 落干去 那个胶袋明天再用 用到起码一个胶袋用十天 还不保 还不保 还不保L 回答我 胶袋是最环保的 不环保 只是因为你濫用 用一种包包的东西 又扔了个胶袋 包包的唇膏又扔了个胶袋 你应该教育 你不可以这样去做 或者是罚款 当然你要安排这么多人手去做 我说你处理哨水这个东西 那些厨余一里 其实我们就是叫哨水 现在天口没那么热 没什么所谓 当夏天天口气的时候 那些哨水那种微 你是不是天天有人洗 你打算用多少经费 你打算怎样 一是你很容易衍生第二样的问题 就是卫生问题 所以问题百出 你说那些胶袋回收 最离谱的一样东西就是 你这些东西 一定要用绿色胶袋去扔 那我们在街上买了东西 那个胶袋是不可以用的 还是可以用的呢 平时我们现在做的 在家里也是 你买回来的胶袋 就拿着垃圾去扔 现在以后不行 一定要用绿色胶袋 那你是用多了胶袋 用少了胶袋 你的逻辑说不通的嘛 是不是啊 除非我一直都说的 除非你强制街市 好像我们年轻时期那样 买猪肉呢 用一条咸水草包住 买鱼呢 没有胶袋 用一条咸水草包住 我觉得这样挺好看的啊 你想想买一根蝦 然后就一根蝦 用一根蝦 用咸水这样抽住 然后搭巴士的树 一根蝦这样抽住 我觉得这个环境是挺好笑的 就是这些就够环保了嘛 所以说环保这些东西 你不可以骗人啊 这个王家和更白痴 我们酒店餐厅 我们其他餐厅 不供应那些 这些刀叉啦 只是紫饮桶 我讲的紫饮桶很难喝 交刀交叉切不到东西 长远来说 王家和等一个月出去 长远来说是自备餐具 如果自备餐具 我就不在你家 不在你的餐厅里吃啦 这么简单 所以柴林就死了 这个是不是白痴啊 这帮人真是 真是蠢到家零一 好了 所以建制派看到情况真的不对路 当然很多人和他反映啦 你看现在香港 倒闭之道 倒闭的关注组 很快就过了十万人 为什么啊 大家敢同山寿嘛 大家真的做不到生意嘛 你说那些什么 什么猪奶茶 什么猪奶茶 你用紫饮桶去煮 嘩大哥 那种味道 和食屎没什么分别啊 是不是 我没吃过 但是你想想到 就是 紫 你一下子就这么想 征费 最失败最失败 最失败的事情 就是你想想 有没有一些阿婆阿公 有没有一些香港人 为了扔袋垃圾 走两公里呢 没有的嘛 你真的走这些 强行的 推行黄金星 这两天还在说 不要因为人的反对 就这样做 我们一定要坚持去走 怎样都不不不不 这些不是整天坐在冷气房 黄金星的样子 整个一件发财 黑无常 黑无常 什么样子 就是见到叫做喪 晦气 见到她的样子 就不开胃了 所以叫做一件发财 借必安照无够 她适当中一份 她还在那儿坚持说要这样做 坚持这样做 不是个个 个个打工仔绿 不是天天拿一箱 上班的时候拿一箱外出街咯 出到街就扔在街上 这样有 对个 喂 拿到垃圾行街 会不会犯法呢 一定个个这样去做 必然这样去做 这样解决不了问题的嘛 阿星哥 你从源头那儿开始搞 你处理好那儿 你街市那儿做先 我都说用回咸水槽 你那个你减少胶袋 你最快用咸水槽 好 拿东西都是的 用咸水槽 不要用胶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 正如有些KRL都这么说 你说它是纸杯 其实它是倒了一层很薄的胶 如果只是纯纸的话 它会融化的 它会漏出来的 不要食股不化 胶的就不行 错 胶是最环保的 黄金星你们跟我博 我就用这些概念 你放哨水也好 放垃圾也好 你去到垃圾站 我倒了垃圾出来 然后把那些胶袋 我洗一洗 拿回家浪杆去 明天又用这个胶袋去用 每个胶袋起码用十天 还不还保啊星哥 是不是还保过你那些 拿那个绿色胶袋扔掉就好呢 还保过你多多声啊 为什么你不推行呢 你应该说 胶袋循环使用嘛 不要一次过就扔掉 是不是 你应该说这些嘛 你垃圾有什么所谓 一个大垃圾 一个大垃圾桶 倒入那个桶 那个桶 那里 是不是 不需要再这么多胶袋 那就没有胶袋了 家家户户一个胶袋用十几天 一个月用三个胶袋 是不是 那就还保了黄金星 阿齐展环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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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逼迫街市 改用咸水草 哇 开心市了 是不是 那就省很多位了 省很多 什么东西 还有你看看那些所谓的环保大国 香港根本的环保配套严重不足 我在第二个频道也介绍过 二十几年前人来欧洲意大利 已经有垃圾分类 那些垃圾分类不是在家里分类的 集中在那里 去到工厂一天堵下去 一个大水池那里 上中下三层 完全是一个分架 隔开去 重的沉底 金属的沉底 那里有另一个区别 一样用焚化 人家一样用焚化 对不对 你说根本现在 你低温焚化就产生这个烟鹅鹰咯 高温焚化 你还可以发电 嘛 为什么你又不搞呢 真是莫名其妙的 这帮人有 还有很多东西 市面上很多环保东西 是可以提倡的 就算是火葬这样讲 现在近清明啊 都讲讲这些题目 火葬这些什么 depl Weight 这些 PO Cla s 现在在欧洲 它已经用了 Snowden 就不会用火了 一进去 噢 NY gustitt이즈 一进去 就会让人就引砸到 一个 寸主 mechanism 同样塹安聖了 散掉了 那些什么 这是里边进去 要结晶化 然后 然後找些泥啊壓縮啊壓縮 放一塊泥磚裡加粒植物的種子 然後在郊外那裡種了一棵樹 完全過程相當環保 那些是氮氣來的嘛 就算溶解了 釋放出來的那些都是氧氣來的 為什麼你又不推行呢?謝展驊 你好過搞那麼多火葬牆啊 是不是? 燒到鬼那麼馬六啊 是不是? 就是這個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探討 但是你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做 只是叫人家徵費 徵費 徵費 好了 現在連建制派自己學出來了 盧文端自己說了 說這個你賴反對派 你賴什麼啊? 盧文端在《新聞》寫文章之前 你查一下 查一下資料先吧 李維琼都不知道怎麼說好 明明是自己當天投贊成票的 你賴什麼反對派呢? 反對派的東西你應該聽 所有反對派講的東西全部取消了一半 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的形勢是這樣的話呢 我夠膽說垃圾徵費是不會活的了 胎死腹中的 根本這件事是很嚴重的問題 你解決不了很多事情 你配套根本嚴重不足 現在我家附近 好像我家附近那樣 那個所謂的綠色 它叫做綠什麼站啊那些 一個星期來一次 一次收垃圾 一個星期來 即是你叫我家那些垃圾擠 擠七天 等你去升 是不是這樣呢? 那些廚餘垃圾 這些哨水 是不是打算遮蓋一個星期? 剛才我這個問題 第一次提到很辛苦 很多人擔憂啊 那些廚餘 即是七天在大熱天時 蚊都生幾斗啦 不要說說烏鷹啦 烏鷹都幾代人啦 那怎麼樣? 傳播霍亂啊 傳播病毒啊 日本老鹽啊 誰負責啊? 阿黃金星 一件發財 謝展環 你來回答一下 他小鐘 那有些官 要怎麼辦? 要不就在那裡邊 當然要去找啦 謝展環這些什麼白癡? 找一個另外一個袋包著 找另外一個袋包著 不知道再放一個綠色的垃圾袋那裡 馬上那些人搏去啦 這個不是太陽能電筒的原理咯 找個電筒射著它 西高的膠袋 是的 如果沒有電筒的話呢 就一定不穿 這是不是太陽能電筒咯 這就是白癡咯 簡單講一句 傻呀傻呀 這個 我想它一定是胎水腫中的 因為 現在你已經是解釋不了那些亂局 亂象 還有 亦都太多 太多酒砸買可以脫身 就是太多 香港人是很聰明的 你一說我的收費 我避免了我的收費 我就走上兩層樓 走上兩層樓 走上兩層樓 就扔下街咯 到時候 我說這條街 你掃不掃不關我的事 總之我一定不會認為 那些垃圾我會扔的 就是很多 梁熙這些什麼白癡 每一層樓梯那裡裝個監視器 國安署都沒有這個預算啦 這些什麼白癡議員 吃屎啦 就是讓你拿裝 我不會拿 是不是 如果做到 國安署一早就做了啦 又是因為做不到嘛 還有 正如我所說 喂 把乾淨一些 稍為乾乾乾垃圾 拿個旅行結 拿上大陸 扔得不夠呢 扔完之後 在那3號超市 買回東西拿回來 都說又是巧啊 是不是 到時候不是只會被爺爺罵你 都是死的 你到時候 日語這樣說啦 推廣 街市重用鹹水草啦 是 最好的啦 用鹹水草啦 就一樣衰一樣啦 整個中東王子有南美 不說啦 這些 中東王子這些 大家笑料來的 大家笑到暈的 一早我在這裡已經批死了這個人 有個雞鵬來的啦 看樣子不像 再見 再見 再見